哈喽 大家好 永康已经洗完脸回来了 他的皮肤现在非常好 是啊 非常非常的清爽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其他的面部护理了 今天我打算帮永康做一款黄金面膜 加上我们的软膜凝胶 首先他这个黄金面膜 他有几个功效 他首先可以为皮肤提供保湿和亮白 同时是我们的皮肤恢复活力 柔软和弹性 然后为我们的皮肤提供保湿 还有帮助我们的皮肤减少细纹和皱纹 让我们拥有光细和白亮的一个肌肤 那么他这一颗有1000克 1000克一个人用的话 我觉得一整年是用不完的 很厉害 对 然后今天我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怎样使用我们的软膜和我们的软膜凝胶 OK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小碗 随着我们的软膜凝胶 我们是有附送一个小刷子的 OK 我们再打开这个1000克的一个软膜 以后用一个汤匙 我们去取一汤匙 OK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粉它是上面有 不灵不灵的金色的 大家看得到吗 不灵不灵的金色的 然后一汤匙就够了 然后对 然后我们用凝胶就开始 一下 两下 三下 它的比例是1比2 OK 1比2 我们先不要放太多凝胶 我们先要先我刚刚按了三下 对不对 我们先好像和面一样 先搅拌 搅拌了以后看不够 不够的时候 我们再放一下两下 刚才我一下两下三下 这已经五下了 五下的话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 哦 黄金黄金黄金的 拌成非常凝结的一个状态 就是润开的一个状态 看到了吗 OK 那么接下来 因为我比较喜欢用汤匙 来 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好不好 好 它的味道也是蛮香一些 对 非常好 用这个汤匙就会比较很结实 接着可以按的比较深入皮肤 昨天我给我自己使用的时候 也是用汤匙 感觉比刷子好 刷子太软了 OK OK 可以睁眼睛了 哇 好像带来个面具一样 很cute 不错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静待20到30分钟 等待面膜粉的干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别的产品 我们除了金粉面膜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同款的软膜 但是不同的功效 那么金粉面膜 它是适合所有的皮肤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这一款茶树油的 茶树油软膜粉 它的重量也是1000克 1000克 然后它是比较适合油性皮肤 那么油性皮肤可以帮助我们油性皮肤 减少皮肤的多余皮脂 然后可以疏通我们皮肤的毛孔 减少我们皮肤上面的暗瘡 瑕疵还有痘痘 适合油性皮肤和痘痘的肌肤 可以同时呢 它的使用方法是刚刚和刚刚的黄金面膜是一样的 也和我们的这个凝胶呢是1比2 1比2的比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除了可以使用的脸部呢 也不要忘记我们的颈部 还有我们的身上 只要喜欢的话都可以用 油性皮肤适合用茶树油软膜 记住了吗 茶树油软膜适合油性皮肤的您 OK谢谢